抽沙以後再製布 志工逐步解說環保毛毯製成 來自印度的四國四洋 也問得仔細 完全都是塑料 還是有其他的材料 還有一個卡本 摸一下很柔軟 很柔軟的 非常好看 這個價值是什麼價值 就是說它可以去幫助別人 我們就傳達我們的環保的理念 大愛感恩科技 珍惜地球資源 孩子一樣 這個是有原因 花費唯寶 慈悲心 愛無量 現在就是造有些垃圾分開 像洗衣洗就分開了 那之後就可以做有一些handcraft 那就可以也是就是 recycling之後就是買掉 買掉之後就可以有些小小的錢 就是可以也是協助有些窮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大的學習 蠻大的一個觀念 然後在印度也可以就是 開始做希望我們印度為了環境 為了地球我們很認真的就可以做環保的工作 印度7月1號起已經針對塑膠袋塑膠杯吸管等 19項一次性塑膠製品祭出全國性的禁塑令 若能輸入更多理念 14億人口從源頭清淨 環保成效將相當可觀 答案新聞知識尚美志工 關中祥 李英泰 蓮建新 台北報導 好是大家